各位学员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1.0 那这一个小节呢 我们将自己来定义 一个View的子类 那之前 我们有用过 这个像Button 像Button这个类呢 他就是这个View的子类 只是这个类呢 是Android已经提供了 我们只是拿来用而已 但是有时候呢 这些已经既有的 子类并不适合我们 特殊的用途的时候 那我们就自己要动手咯 我们再稍微回忆一下 在上一个小回合的尾巴 那我们看过这个图呢 所以呢像TextView ListView 还有这两个Button 这个都是 这一个Android 已经提供的 这种子类 我们只是拿来使用而已 比如说 在这一个 Program里头呢 这都已经有 写的这个类的名字 这就是TextView 它是一个View的子类 还有ListView 也是一个View的子类 然后这两个呢 构成一个垂直的 一个LinearLayout 把它看成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铅笔盒 那这两只铅笔 可以这样架 OK 所以那我们看一下 这里也说明了 我们把OK Edge的 不对 Sorry 这个应该 改成了 这两个 这个应该是 TextView TextView 和 这一个 ListView 把它看成一组 构成一个垂直的布局 垂直在这里 这就是 垂直的布局 OK 好 那这两个都是Android 已经定义好了 都定义好的 那如果这些 并不适合我们用的时候 那我们就自己要来定义 例如说 一位2D游戏的开发者 他想呢 这个 他有一个很流畅的一个2D游戏的画面 那么 他就可以从View 来衍生出他的子类 比如说 2D Game View 这样的一个子类 那也许呢 他还必须从他自己 定义的子类呢 再衍生出 更多的 子子生生的类 包括 2D Game Dynamic View 等等的 像这些 这些类呢 都是属于特殊领域 开发者的 一种特殊的需求 在Android里头呢 没有办法提供 给这么多 特殊的这个 预先就能够提供这些特殊的需要 所以呢 我们一般的 有这种特殊需要的开发者呢 就自己来 定义自己的类 那比如说 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挤一个 MyView 这个子类 来看看 我们怎么去 这个 定义它 我们怎么定义它 所以呢我们就是从 这个View 然后 衍生出一个子的 子View 那这个就相当于铅笔盒 就相当于铅笔 那铅笔有很多种铅笔 对不对 那这相当于组合灯 这是灯 所以它 有很多种灯 好 那我们自己定义啦 我们自己来定义 OK 那这里头呢 一开始呢 我这边要特别跟你说明了 在这个View里头 定义一个函数叫OnZor 定义一个函数叫OnZor 但是这个函数呢 它是一种抽象的函数 一种抽象函数 一种抽象函数 抽象函数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没有代码 所以呢 我们自己写的子类呢 就必须要 写一个 自己要写一个OnZor 这个函数 然后呢要把代码写在这里 这意思就是说我们 要怎么画图我们才知道 他并不知道 所以呢 他会来 调用我们的代码 我们这边做画图的动作 画图的这个动作是在这里 去表示的 画图的动作 OK 那他在这一个 App执行的时候 在这个App执行的时候 他会来调用 就是Android 这个平台会来调用OnZor OnZor之后 因为他这里头是抽象函数 没代码 所以他会来 执行我们写的这一段代码 就把图画出来 OK OK 好那我们 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 这个MyView怎么设计 所以这里的我们就 希望 这个App执行的时候 在UI上面 会显现出一个 这个 我们的View 我们的View 那这个View呢 会把它放在一个 一个LinearLayout里头 就整 这个 就说这个MyView 是一支铅笔 那我们要放在铅笔盒里头 所以呢 这个铅笔盒呢 就是一个 LinearLayout OK 我们给他用简写好了 LinearLayout OK 好那我们现在 了解了这样的做法之后 就来看代码咯 那我们先看 MyView 所以MyView呢 就来继承这个View 就继承这个View 接下来呢 要记得要写这个OnDraw 因为 这样子那个Android的平台 才会来调用 我们这一个函数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走画图的动作 那画图呢 他在调用过来的时候 会把这个画布传过来 这个是画布 会把画布传过来 所以我们就在画布上画线 在画布上呢 写文字 然后再 再画一个正方形 画一个正方形 所以现在这一段 这一段代码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代码就是这一段 就这一段 OK 我现在画出来的 这一段 代码呢 就是 这是刚刚你所看到的 刚刚你所看到的 这一段 这一段代码就是刚刚那一段代码 OK 只是我们现在 刚刚是在图里头表示 现在是用 实际的代码给你 对应一下 好 那么 要把这个 AP run 起来呢 我们这边其实还要有一个 其实大家可能已经有一点 熟悉的叫Activity 这是Google已经 Android已经提供的一个基类 然后呢 我们要 来继承他 写一个 这个子类 比如说取名叫AC01 好 那 这一个AC01的目的做什么 他要来 拥他 拥出这一个 铅笔 拥出这支铅笔 然后呢 也要 也要来拥 拥一个 这里会有一个 Linear layout 所以他也要来拥一个Linear layout 拥一个铅笔盒 拥一支铅笔 然后拥一个铅笔盒 然后把这个铅笔装进去铅笔盒 然后呢 这是第1个动作 这是第2个动作 New New这个Linear layout就把中间铅笔盒里头 第3个动作呢 第3个动作 要扣一个叫Set 这个ContentView 要扣一个叫SetContentView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是往上扣的 就是 从这里 扣上来的 就是SetContentView 他 这个AC01扣SetContentView的时候 他就扣到Activity来了 扣到Activity之后 就到Android的平台 他会再扣下来 然后扣OnDraw 然后就会画图 所以SetContentView 第1个 先扣这个OnDraw 这个铅笔 再扣一个铅笔盒 把这个铅笔装进铅笔盒呢 然后再来SetContentView 他就 扣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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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把图画出来啦 就画在这一个 View上面啦 所以我们现在 就来看AC01 这个动作 所以AC01 这个动作呢 就是第1个 先扣一个 他这里是 先扣签笔盒也没关系 我刚刚是 先扣这个铅笔 反正没关系 先买铅笔跟先买铅笔盒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设定这个铅笔盒是 一个 垂直的排列 然后 设定这个铅笔盒呢 大小 大小 还有他的边界 他的边界 然后再来 是 扣签笔 这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支铅笔啦 这是另一个铅笔盒 对不对 好啦 现在把这一个 铅笔 加进去铅笔盒 加进去之后 SetContentView SetContentView 把这个 铅笔盒呢 把它秀出来 把它秀出来 那 他SetContentView之后 他就 Android就会来call这里 就会来call这里 然后呢 画图画图画图 就把图画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 这个 程序呢 就看完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MyView是View的子类 继承的 这一个 ViewGroup跟View之间的聚合关系 因此呢 这一个 可以把这个MyView 加进去这一个 铅笔盒里头 因为 因为 这个我们 这个ViewGroup呢 在这里 就说这个ViewGroup呢 跟这个View 之间已经有这个 这个组合的关系 就是零形的关系 有零形的关系 那么现在这个是 继承的 LinearLayout 这边是 有一个 MyView 那这里在讲的就是说 这个组合的关系 会被它寄成下来 所以变成 这个LinearLayout 也会 可以包含这个MyView 所以呢 我们就 会把这个Layout 会把这个 MyView 有没有 会把这个MyView的对象 把它加进去Layout里头 OK 那是因为 上面已经有这个ViewGroup呢 有这个关系 所以它会寄成下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 这样写 OK 这是将MyView的对象 存 就是把铅笔 的对象装进去 铅笔和对象里头 OK 所以未来 你就可以 自己衍生出 从这个View 衍生着各式各样的 一个子类 然后就可以装进去这个铅笔和里头 就可以set aContentView OK 所以 这个 除了View 可以直接衍生出子类之外 那么View的子类也可以 就是 已有的子类也可以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Button 再来衍生出 这个更小的类 也可以 所以我们待 我们现在 就来看看 我们 怎么从Button 这个类呢 来衍生出来 一个子类 就刚刚看到的是View的子类 现在要看的是Button的子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你看这个 Button在这里 Button是TextView的儿子 对不对 又是View的孙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 要定义一个新的 这是我们的 定义的 这是我们想要定义的 MyButton 对不对 我们 在上一个小回合呢 定义一个叫做MyView 那这个MyView呢 是 继承这个View的 那现在我们是来 继承这个Button的 那都可以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MyView 继承的这个关系 就是这个 继承的关系 被他继承下来了 同样的这个也 也被继承下来了 所以呢 一样 这一个东西也可以 包含这个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呢 其实都可以放在 这个 这个Linear layout里头 OK 那还记得这边 也有翁座 刚刚有提到过的 这个 未来几个章节都会跟你解释 什么叫抽象函数啦 等等的 然后呢 这边 应该要有翁座 他才会知道 你要画什么图 画什么图 那如果说 这一个 这里没写 假设这里没写 那就表示呢 是这里已经有写了 所以直接从这里画图就好了 OK 这就看 看你的 情况 我们 待会会帮你做分析的 帮你做分析的 所以我们再稍微回头一下 就是在 上一个范例里 那是从这个 View衍生出籍 现在我们要从Button来衍生出籍籍 当我们定义的Button的籍籍来修正 扣充 Button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改变的 Button激烈的定义 所以不会破坏掉Button的功能 他只是 这一个 让他增加 这个 更多修饰而已 对他 做一点修饰而已 我们现在就来看 在这个 程序里头呢 我们就是很简单 就在这个Button 产生一个Button 然后有一个底图 有一个底图 然后呢 写的文字叫OK OK 写的文字叫OK 那我们现在 就先看这个 继承 继承 所以OKButton 我们现在定义一个籍籍叫OKButton 继承的Button 继承的Button OK 继承的Button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有一个OKButton 这是 一个构造式 这我们也会跟你说明的 所以呢 就先把这个 这个 文字把它设定进去 设定进去 然后这个Super指的就是这个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 在Button 这是Button 的类 这一个 我们写下来的籍 叫做OK Button OKButton OK 那这是Button 这是OKButton 那现在呢 显然 这个on drawer写在这里 这个on drawer已经写好了 Google已经写好了 on drawer 但是他在画图的时候会来参考 会来参考这个你到底要秀什么文字 还有会来 参考这个 底图 会来画底图 那这底图Super都是指的是 这个负类 所以呢 我们是对负类呢 去做设定 然后他在 扣负类的 这on drawer的时候 会来参考这个值 就把它秀出来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个 我们这一个大小 我们的大小 都可以 把它设定进去 OK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子类就设好了 子类设好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 AC01 因为我们还是 需要有一个 我们这里 虽然这样子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跟刚刚一样 这里是Activity 然后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 叫AC01 OK 那由这个 来New 一样的 来New我们的 这一个 New我们的铅笔 一样的 要来New我们的 铅笔盒 Linear layout 一样的要把这个我们的铅笔盒放进去 那一样的 还要来call SetContentView 这个 这个叫SetContentView OK 这个 这个是 Set ContentView 所以第1个动作 New铅笔 第2个动作 New铅笔盒 然后把铅笔加进去 第3个 SetContentView SetContentView之后 那这1个 Android的 框架就会来call 这个on drawer 那on drawer在这里是抽象函数 对不对 所以他往下扣 对不对 那往下扣 扣到 这一个 这一个地方 那 这个时候就由他来画图 由他来画图 因为 这边是可以即使他不是抽象函数 他也会被override 掉 override 掉意思就是说 他会 一直往下扣 扣到有代码的地方为止 如果这边 如果这边有些工作 他就会扣下来 扣到对底层 这个 我们 在这一本书里头都会很详细的说明 这个OO的 基本技术 基本技术 现在只是让你知道一下 他这个 整个调用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他会扣到这里 OK 扣到这里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AC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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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个 这边是 先new一个铅笔盒 先new一个铅笔盒 先new这个 他是先new这个 跟我的顺序有点点打 OK 一样的 先买铅笔盒后买铅笔 跟先买铅笔后买铅笔盒是一样的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就是 new一支铅笔 有没有 然后呢 接下来把这个 铅笔放进去铅笔盒里头 放进去铅笔盒里头 再来setcontentview 那setcontentview呢 他就会来 执行 会来执行 这一个 button的画图 会来执行这个on drawer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刚刚的时候已经都设定好了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调用的呢 在这里 在这个 这个时间 在new ok button的时候他会来调 这个构造式 所以这里就把这个属性设好了 设好了 等到setcontentview的时候 他就会来 执行button的on drawer 他就会 用到 这两个参数 他就会把它 把这个底图 还有ok 就会把它秀出来 这个底图ok 秀出来 所以他的基本逻辑是这样子的 运行的过程 希望你能够 很清楚的 从变向对象的一个 思维 去了解整个enjoy的一种 运作的机制 这个 ok button的新类别 计程的button 这个过程称为特殊化 特殊化的相反就是 一般化 一般化 就是找机类 这意味着一个ok button的对象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button对象 所以我们 使用button来创建 Edit、Cancel等等个按钮 但是 我们 却只能 用ok button来产生ok按钮 意思就是说 这一个 我们 这一个button他的通用性比较高 你可以 设他的名字 但是在我们ok button 已经特定成交的ok了 他不能用来产生 Edit跟Cancel 因为我们在这里就已经把它写 写在这里了 所以这个是专门forok button的 所以才叫做特殊化 才叫特殊化 他是只能适合ok button的 然而呢 这样有一个好处 ok button用起来比较简单 比如说 在刚刚ac01的这个类里头 我们就 只写这样而已 什么参数都不用设 只设一个而已 所以呢 这就用起来就很简单啦 因为大小啦 底图啦 等等的 都是在这个类里头 写好啦 所以我们在ac01 就不用去 加底图啦 什么这些麻烦的事情啦 所以不需要设定按钮的大小 也不用去 打进去ok的字 对不对 也不用设定他的底图 原来呢 在ok 类里头已经全部都设好了 所以呢 这个 写的越多 那就越特殊化 越好用 但是呢 用的换的越小小 这样子的 他的一个特性的在这里 所以子类跟负类相比 这个 子类呢 比较 比较特殊化 子类 比较特殊化 比较容易使用 但是范围比较狭小 反之呢 啊 负类呢 的一般化 他的用途广 但是 需要给比较多的参数值 所以使用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OK 那这就是 我们 这个 在这一章 我们就告诉你 这个view的 Androidview的 基本结构 那也从这个 Androidview的结构当中 了解 类别的体系 是什么 了解呢 这个 组合的关系 那这是里头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 第1章里头呢 我们了解到什么叫做对象 什么叫做类 然后呢 再来 我们也了解呢 这个所谓写代码 就是在 设计类 然后让电脑呢 在执行的时候 拿这个类 去产生对象 然后让对象 来做互动 那这些类的对象 的互动 都是在我们的程序里头 要做头上的安排 那这个叫做 这个 编程 叫程序的开发 然后再来 这也 TocoAndroid呢 让你 体会到 什么叫做继承 什么叫做继承关系 什么叫做view 类别体系 那么也了解到 这个 铅笔和 跟铅笔之间的 这种继合关系 那Toco 实际的Android的例子 我想 应该是 越来越清晰了 那 这对你呢 整个 把TocoAndroid的环境 那么 来深刻领悟 OO的概念 跟技术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现在所有的语言 都是OO的 所以 对你的 语言的运用能力 就像 好好玩 马骨 蹲好 那对学任何武功 都会有帮助的 OK 好 那这里呢 也顺便做一点点广告好了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呢 有需要 这个在Android的整个架构体系呢 做一个非常有系统的学习呢 那 我高老师 就 录了100个小时的 这种Android架构设计的课程呢 那 仅收 2250块钱而已 那这个是在 到我的 博客 上面就可以看到 可以欢迎你来试听 OK 其中包括有18小时呢 是架构师的 一个 高级的思考咯 如果你想 成为 首席架构师 或是 高级的架构师 那么 这个课程是很适合你的 欢迎你来试听咯 OK 谢谢 拜拜 拜拜